今天是2024年7月2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开市追渣沽》 今早我们有《呼吐征券》的首席分析师 谭志乐和谭海运陪着你一起开市 Anno 今个星期大使有什么焦点 大家早晨 我想你这个星期的焦点上 其实如果在环球来说 当然整个焦点要放在星期五的飞龙数据上 但我们今天放假之后 第一方面消化就是在港股方面 一些政策上的憧憬落空 市场如何消化如何解读 或者一些部分业绩上 好像吉利那些 这些会是市场观察的 但始终整个七月份 大家都知道还会有三宗车会 所以说留意的东西相对比较多 所以短线来说 都是以一个观望态度为主 这些观望情绪还在 但回到外围上都比较多焦点 特别说在放假这段时间 Tesla升得很厉害 一些车股会怎样去行 这都是我们未来会在看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回来之后 其实特别在盘中上面会比较多 看市场的反应上面 但整体而言 我觉得在大家踏入下半年 暂时整个市况上面 与上半年 最后的那段时间 又没有太大差别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或者有心思想交流的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面 讲下来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的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在下半年第一个交易日做好 纳指和苹果都在场收市的新高 导致高开67点之后 升幅曾经获大度超过300点 不过之后要倒跌 收市升50点 收报39,169点 升幅0.1% 标指升14点 收报5,475点 纳指升0.8% 收报17,879点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升0.8% 法国的右政党 国民联盟 在议会第一轮选举当中领先 但初选的优势不及市场预期 利好政局稳定 澳洲股市做好 法国股市升幅超过1% 英国和德国股市靠稳 焦点美股方面 个别发展的Tesla急升6% 市场官方即将公布的第二季销售数据 苹果升2.9% 收报216.75美元 创收市新高 Meta股价一度跌超过2% 收市跌转升升0.1% 欧盟警告 它们旗下的社交媒体 有机会违反数码市场法 NVIDIA股价亦先跌后升 路透报道 法国反垄断机构 准备指控NVIDIA 涉嫌违反竞争行为 二与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各方网股ADL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个别发展 网易比本港上日收市高超过1% 京东比本港星期五收市低超过2% 比亚迪汇控和建行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一起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向下跌30点 首计综合指数跌近1% 跌25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跌4点 新西兰50成本股指数跌10点 和大家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上日美股向上 不过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是跌20几点左右 在177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对原盘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跟Arnold谈谈谈谈外围情况 大市下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美股高开之后 三大指数其实都曾经出现过倒跌 不过之后都是向上收市 值得留意的是美国十年期债息 其实昨晚都升得几急 去到接近4.5厘 即6月初的水平 市场有两个解读 第一就是说 现在法院对Donald Trump的指控 有机会在他选举之前 都不需要出庭 有一种解读就是 利好Donald Trump的选情 所以资金就流出美债 另一样就是 法国刚才说到选举结果 就是国民联盟 即马盐立行 他们偏右的政党 初选胜出的优势 就不及市场预期 利好过政局稳定 也导致资金流出美债 这两个就是大家值得留意的原因 去解读美国的债息上升 看上星期五的数据方面 PCE就全部符合市场预期 核心PCE按月的升幅0.1% 按年的升幅较4月份有所回落 最新的ISM制造业指数 连续三个月小过昂10 市场暂时仍然预期 9月可以启动减息 科技股仍然轮流做好 譬如NVIDIA和芯片股就透透气 但Apple又做好 破了顶 如果减息的部分 真的符合市场预期 美股走势上 在下半年你会怎样判断 我刚刚所说 暂时和上半年没什么看法 你所说的AI主体仍然围绕着炒作 譬如你所说的Tesla 他们的强势 或者Apple不断破顶 你都离不开AI主体的相关移步发展上 包括Tesla的FDS模型价体上 现在很多时候都说的 也都涉及和NVIDIA的合作 AI的应用上 这些都是市场炒作的主体 所以你看到其实整个上半年 有什么只要你弄到跟AI有关 就很容易拆得起 苹果是这样 Tesla也是这样 我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指数上 美股上 就没什么太大变化 都是说 好像准备破顶 破完顶也不会很意外 都不断试试52周身高 就是资金轮动上面 最主要就是大家都觉得 贡务风险利率 都不会升得去变 譬如你刚刚说的 济平期的债息是的确的 由低位弹回不少 只是说过去5个加日 但只是说5个加日而已 整体的趋势上 或者你看到利率期货市场上 大家都在猜 价格是向下的 所以唯一的分别 就是刚刚说的 一些大选的因素 法国的政治因素上 究竟现在市场上 大家都很难判断 特别短线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或者几天的时间 债息升跌 和避险情绪究竟是怎样 就是人们害怕的时候 究竟是买美债 还是沽美债 很大变数 因为特别涉及 就是说有很多政治因素 包括美国大选 原因是在内 就是如何判断 特别特币有机会赢 你要看近期的 或者是拜登选不选 就是说 你看民调上 特别特币的sec出的机会率 好像有一年左右 这个很难理解 包括说一些政治局势 或其他通胀环境 很多人说 即使经济状况好 也不是很受惠 贫富圆雪的问题 全部都在内面 但問題是怎樣去判斷債息短線的走勢 這個會是困難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做債券投資上 這些時候會有一點頭痛 但在長遠方向上 都會建議賣債的 特別是講這些長債位置 但問題是長線 短線 反而炒美股可能會炒得舒服一點 就是最近一些落後的股份 或者趁這段時間回調 NVIDIA 升得沒那麼急 可以直接收窄 這些態度上也沒問題 但有些人會問 開始什麼都升得多 美股的升勢比較全面 上半年都說只是圍繞著AI上面 炒來炒去就是AI 現在升得比較全面 會不會有一個泡沫的風險 的確到了六月份多了很多人說 股值上面都開始有這個狀況 但是未去到一個極端的情況 起碼這一刻沒有一些公司上面 我們在講什麼節目都沒有 只藉著AI上面炒得一唔唔唔 通常泡沫上面很多這類型的公司 暫時美股上面都沒見到一些 很大市值的公司有這樣的狀況 相反來說 例如之前提及到Apple Tesla這些 甚至Amazon上面都是 拿著無人駕駛上面 這些他們本身有一個核心的業務 論估值上 他們都未算是一個極度昂貴的狀況 所以有機會就是短線再炒多一層 就算你怕泡沫 都不是在這個貴度擔心相關的事件上 所以我覺得暫時是說 短線美股上面都是圍繞著主題股來炒 我覺得整體來說NVIDIA、蘋果、Tesla 我覺得短線來說都應該會繼續強勢 甚至可以留意一下Amazon Amazon也是在準備博安訂 好 我們談談Tesla 因為你剛才說的幾隻 例如NVIDIA和Apple 都是強勢了一段時間 但Tesla其實相對來說 今年至今 去到前幾天之前 其實都是相對較弱的 但是因為這兩天有一個急升的情況 其實走勢上 就看到一個頭肩底的形態 就升穿了右肩 一會兒可以開圖給大家看看 市場觀看著它 接下來會出的第二季銷售數字 昨晚急升6% 是不是可以叫做短期內的確驗轉勢呢 譬如如果真的轉勢 升穿了右肩的話 你會上網多少 如果純粹頭肩底的梁博升幅這樣計算 最盡可以拉到上去 看你的項線可以畫到哪裡 很正確地說 205元這些位置 你的項線就有270元這些水平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 特別在美股上面 未來一個月 或者很多時候有些財寶貴 就是我們業績相關的因素 當你到業績的時候 結束走勢就沒有太大意思 就是說大家主要都是衝勁 業績固然在結束走勢問題 但Tesla不只是炒業績 大家都知道業績上一般 現在正在炒業的東西就是包括什麼 你今來會推出一些便宜的車 Model 2 然後再加上Rumbo Box Taxi 即是說無人駕駛 在相關的的士功能上面 不排絕圍繞著這些因素上面 所以你首先這樣說 就是用技術走勢量度升幅 260元270元這些是有條件網的 但是能不能夠100%保證 我覺得不是太準確 所以反正你在炒作方面 就是看著項線 短期來說可以留意200元這些水平 不穿的話繼續順著勢去炒 我覺得可以 但如果你在說技術走勢上面 就不是剛剛才突破的 如果你看技術走勢上面 最大的突破就是6月13日 你看到有一支大陰燭 突然突破那段時間 向上右一點 就是你在說整個星落上面 是的 這段時間其實你會留意發生的事 Tesla就沒有十分相關的消息 當時很多報道上都說 不知為什麼Tesla突然突然大漲 但其實你看回大市那段時間 美股就有很多消息 包括美國出了CPI的數據 聯儲局議息之後 又說大家都有確定 有減息路徑在 所以其實我覺得最主要Tesla 都是跟著大盤炒 始終美股太牛氣沖天了 很多資金都說 特別是歐洲現在又混亂 令到資金又導致了 混亂 半年前說資金又開始追落後 你看到其實特別在6月份 5月份的時間有些落後 Apple也是近期才破頂 你看回整個上半年 Apple都落後了很大部分的時間 所以短線 隨著美股牛氣沖天追落後 我覺得是OK的 但問題Tesla上面你要留意 估值其實是貴的 五十多倍PE左右 你簡單來說 如果你計算預測社率的話 它不便宜NVIDIA 所以問題就是 我覺得短線你圍著炒OK 但是炒這些股份 你也要訂回紙攝位 或者車位給自己 暫時我會建議200元這些水平 當然如果跟隨結束走勢 突破了 我覺得應該追了 我覺得如果你還未追的情況下 這些位置追入都可以 但是先用200元做紙攝位 好 好 我們看看上日港股的情況 去到上半年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港股那時的走勢 都不是很明確的 港股上半年最後一個交易日 就是… 上半年最後一個交易日 就是低開133點 之後就是早段到升 收市就是升幅收窄 收市微升兩點 收報就是17718點 恆子收市報的資訊就由IG提供的 國子升7點 收報6,331點 科子就是先升後回 收市跌0.9% 收報3,554點 大市全日成交就是988億 總結上半年 恆子就是上半年升超過670點 升幅近4% 國子收市就是升9% 科子就是跌209點 跌幅1% 三大升幅籃籌分別是 宏橋、中海油和華潤電力 分別是升了85%,72%和53% 北水連續第四個交易日 錄得淨流入 上日的金額就是36億6千萬 資金就是流入中資銀行股和電信股 中移動就是最多北水淨流入 有12億6千萬 聯統重中電信分別有1億5千萬和9千萬 工行和建行額分別有超過4億 營賦基金就有5億的北水淨流入 我和阿諾談談的大師 港股今天就是長假期後服侍 昨天內地就有交易 上證中指連升了兩天 比近3000點的水平 不過見到今早的離岸人民幣匯價 就是進一步回軟 一度就是跌至7.3的樓下 經濟數據上是分歧的 譬如周末期間公佈 那個財新6月份的中國製造業PMI 就是升到51.8 在創三年高位 看財新的製造業PMI 就是一個利好的訊號 不過官方6月份的製造業PMI 其實是49.5 雖然是符合市場預期 但是連續兩個月就處於一個收縮的區間 先說短期走勢 上證中指就連升了兩個交易日 還有下個星期就開三中全會 繼續有些憧憬 不過市場早前的憧憬 譬如7.1可能有一個禮物 都有禮物的就送了兩隻熊貓給大家 對股市或者經濟就未必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下半年第一個交易日 你覺得做好是機會大不大 第一個交易日 有一點點辣 就是今天 就是要向兩隻熊貓上面 有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 你用未必已經是一個比較樂觀的說法 實際上也未必會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因為始終大家都知道三中全會 還會有不同的相關 利好政策 會不會在7.1上面說 這些市場促進的正式 市場第一雙成員的本身 即是沒有 那就將預期又押後到三中全會 所以你覺得市場是否真的轉勢 某程度上很大機會都是在說 除非三中全會都是什麼都沒有 這個會有一定的壓力 但如果你看上證總合指數 雖然說連升兩個交易日 但實際上三千點都未升穿 特別說對比在6月整個跌幅上面 近期的反彈0.38也都未有 那你說港股會不會突然特別彈得多 等一下可以在7月1日馬上轉勢 我覺得會有一定難度在 但問題就是你怎樣去炒 即是如果你炒指數的話 老實說高一點又不是很大的傷力 我覺得短線你會要捱問題不行 但是不要炒 簡單一點 你港股上面的指數就不會真的特別好炒 相反來說 你看到整個上半年 其實雖然恆指不算升得多 但恆指成品股 你如果看回十大升幅那裏 表現和指數好像兩會市 完全跟指數沒有關係 即是你說一些高息股 好像中海油、弘橋那些 在說年初至今的升幅 即是說只是整個2024年 升了60多至差不多接近一倍左右 都不是只是說一些高息股升得多 就算說包括科技股 在說騰訊、美團那些 在上半年上都有一個很誇張的雙位數字勝幅 但問題是說不是所有高息股板塊都升得很小 你說有些部分的 例如說高息股 例如本地地產股 那類型的高息股上面都跌到 其實在港股市場上面 其實跟上半年都不會有太大分別 指數上面你都不要期望它會突然會升很多 全年目標 可能說保守預期上面 你如果說在恆指的均值 平均值上面 19,600左右 我覺得有機會上回去 望到20,000點這些位置都會有 最樂觀的預期 20,000左右 大問題是這個最樂觀預期 你如果說整體然然 你說可能指數上面 都是在這個水平上 大概1成左右的升跌幅在 你說比環球股市場也不會特別厲害 但是你說個別股份上面有得炒的 所以你說港股的玩法 還有可能你外圍無力的日股 美股上面都會有很大分別在 你都是去炒股不炒市 短線來說我覺得一些防守 譬如近期資金正在追緊 譬如剛剛說的電信股 可能都會繼續強勢 始終股息能吸引 大家都在衝敬無風險利率會下降 這些因素上對它們有幫助 但是你說會不會去到月中的時候 隨著衝敬一些舊市政策 對個宏觀經濟面看得發更加樂觀的情況下 有些高比亞股份開始再追 我覺得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整體而言在建倉上面 跟上半年一樣都是圍繞著科技股 和高比亞股份 但是科技股高比亞股份上面 或者高息股上面 簡股上面都要小心 小心一些相關 可能業績不是太過好的科技股 或者說的是派息能力 不是很穩健的高息股 剛才提到三大升幅藍籌 上半年都是中節股 例如說弘橋、中海游和華潤電力 下半年是否預期它們繼續跑出 跑出的意思是跑贏大使 我覺得跑贏大使是機會大 但是是否代表著只升這些股份 我也是不太肯定 因為第一方面 其實無縫驗力也不太會在今年來說下很多 所以我覺得如果只看下半年上面 如果你說在宏敬三宗傳媒 整個宏敬三宗傳媒 我們看三大升幅是高息股 但其實你看多下一點 去到第五至第十位了 很多都是科技股 叫高比塔的股份 特別有很多消費股 在下半年第二季的情況下 是跌到非常之小 如果你整個環股經濟面 好一點的情況下 那些股份不會追落後 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暫時在這一刻 我都不是太多建議 大家介紹消費股 消費股我都看到頭痛的 是 但是如果說短線來講 你插著高息股 需不需要去做匯馬 我覺得不需要 但是如果去買的情況下 我覺得一半一半 我覺得有一半的資金 如果你只是投資 在港股的份額上 一半的資金繼續追高息股 我覺得是OK的 能魚股當中 好像說油股會比較好一點 電力股會比較穩定 電信股更加穩定 這些類型股份上會比較好 但其實留意上面 高息股不一定只是中特股 就算包括匯豐那些 都是非常之硬 所以我覺得整體而言 高息股上面 選擇會比較多一些 版面上這些 我覺得都比較穩健 我覺得下半年來說 應該繼續有機會排行大市 但是會不會還有一個很誇張的升幅呢 我覺得機會會比較微小 因為始終現在 你看看這些股份 普遍的股息率 都已經不是特別高 嗯 是 好 好 我們說說車股 出了一些數據 車股的ADR 其實都有不錯的升幅 蔚來和理想 上天都升近7% 說回6月份的數據 譬如蔚來 6月份和去年同期比 就升了98% 這個是說新車交付和銷售 吉利旗下的極黑 其實都升了89% 蔚來和極黑都是創新高 理想6月份的交付 按年升了47% 剛才也說到 Tesla也有一個比較大的升幅 車股短線走勢上 是否有機會可以看好一點 都是其實跟著Tesla 就是大家衝勁跟著 整個電動車板塊上面 短線有多好 但正如剛才說 你始終話就說 電動車 好像大家會感覺很科技股 但實際上都是 現在當消費股這樣看 這個行業上的競爭很大 如果純粹在單大 銷售數據上面 我覺得未必反映到市場的實際想法 但如果你從業績上面 譬如吉利那些 為出現業績 有一個很穩定的盈利能力 再上調全年的銷售目標 這類型我覺得J會穩定一點 所以我覺得短線 你搭順風扯到可以 但不代表這個版法 會炒到火紅火熱 那個道理都是一樣 因為之前那天Tesla 好像聽到 2006、2007 有30% 有30%的升幅在這裡 沒有30% 20多座 美股NVIDIA一天都19% 即是當時市場遊戲上面 他們的升幅會比較多 但你落分到港股市場上 這些車股上 我覺得吉利那些可以炒一炒 但例如理想 選擇做車的新勢力 仍未賺到錢 或者今年來講 表現比較差一點 我覺得都可能真的要 多些轉世數據上面 即是有些多數據顯示 他們轉世的情況 才會建議大家來追 所以我覺得暫時說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追股去追落後 可以留意一下吉利 好 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吉利是你那個 都是推介大家值得留意的 這位置買 我覺得9元做指示 先看10元 我覺得暫時來說 甚至是那種長線目標價 我覺得有條件再破戰那些高位 看11、12元 其實吉利的估值上面 真的不算太貴 特別說在無人駕駛上面 吉利在這方面的投資上面 也相對比較多 但要成熟 其實真的一點比較遙遠的事 但是沒有人知道明天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如果你擺放一個長線目標 就是你做一些中長線部署 就不設定目標價 設定目標價 就是第一方面 你設定了都預料不到 整體而言不大 但如果你是短炒的 第一步先看10元 這些位置 好 我們再談多一點數據 澳門在真活期間 就出了那些博彩的無收入 按年有16.4的升幅 小過市場預期 市場原本預期就升17.5 以及這次的無收入的升幅 就是降到今年至今的最低水平 今年至今 其實那些澳門島 也會估到叫跑輸大市 接下來是否還是沒有什麼 轉換了吹發制 其實我覺得 都是看你怎樣看 澳門向來都是說倒熱板塊 但現在的實際狀況 跟消費沒有太大分別 最大的問題 如果你看人流、旅客上面 那些數字不差 但一個問題就是去到無收入上面 或者說去到非博彩收入的消費上面 一樣都是有很大的壓力在 甚至澳門當地 都是面臨著 就是說北上消費他們的珠海 等等的相關地方上面 一樣是有很大的經濟壓力在 所以我覺得暫時說要轉勢 我覺得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 論估值 雖然你看到一定跌很多 但又未去到非常非常便宜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短線來說比較難玩的 特別說Market share 不斷地Loss 好像金山銀魚這些 在近期一個數字 一個季度數字 或者一個月份數字上 見到Market share 略為回升 這論估值很危險 大趨勢上面 如果你說比較穩定一點 我之前說過美菇梅那些 都會跌 但是跌得相對沒那麼多 但是是不是要在這些位置 突然間去撈底轉 我覺得市況未去到這麼樂觀的狀況 正好說上半年 還有很多消費股 因為跌了很多 會不會突然間這些位置 就算我看好港股 立即馬上建議大家去買 還不是時候住了 我覺得暫時在葡島股上面 先避開一下 暫時看不到有太多投機炒作在裡面 好 跟大家看看港股開始的表現 對原盤 恒指開市是低開49點 17669點開市 國企指數低開7點 科技股指數低開16點 積貨月期只跌83點 17547點 是低水的 版面看到下方有幾隻 就是熱門股份 匯控今早低開3毫 中移動也要低開 有幫保險低開1元 52元開市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稍後再見 謝謝 被譽為航空界奧斯卡的 英國航空運輸評級機構SkyTrack 公佈了2024年全球最佳八大航空公司 新加坡航空失落了冠軍的寶座 卡塔爾航空排名上升一級 取代升航 成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 作為匯豐的兩大神卡 匯豐RED和Everymile信用卡獎賞 竟然縮了水 有沒有什麼更好的信用卡來代替呢 今集理財最前線 為你詳細介紹 今年政府著力培育人才 其實香港有不少極具創意 又肯不斷嘗試的人才 曾经获得设计届奥斯卡红点奖的李崇珊 创业十几年 坦然疫情之后见到更好的机遇 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很高兴 请来Larry聊天 Larry 你好 很久不见了 是呀 这次邀请你来谈谈美股 好 现在全世界人说美股 没错 太厉害了 我也没想过 本身基金界一早年后都说 今年都要继续买美股 人人都想在金融市场赚钱 难道人人都懂得如何赚? 想做市场赢家才要掌握市场形势 在通知金融派 我顾梓君 每个星期会请来金融市场各路精英 为你深入展出 拆解金融圈最Hit的话题 用数据探测市场风向 市场赢家 尽在GT才智talk 欢迎订阅 回来节目时间 刚才说过 港股今早三大指数都是低害 港股开市是17669点 稍后开市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现在一起看《经济报》今次的问题 《经济报》今次的AT国库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联通七六二 简选原因是 联通今年上半年累积升了50.8% 跑赢期内同业中电信27% 和中移动22%的升幅 展望下半年 基于盈利增长好过同业 股值偏低 派息和派息比率的潜力 提升空间等三大因素 联通继续有机会跑赢同业 彭博综合献商的预测 联通2024至2026年 盈利的年复合增长率是15% 远高于中电信的8.5% 和中国移动的5.3% 派息方面 以2023年为例 中移动派息的比率是71% 中电信是70% 联通是55% 由于中电信和中移动都表示 会在2026年或之前 将派息比率上调到75% 相信在国资委的估值平核之下 联通亦会逐步上调过派息比率 同时基于盈利能力提升 和资本开支下降 联通的派息和派息比率 亦具有提升空间 走势上 联通今年以来反复走高 近月突破至2020年以来 多次受制的6元阻力区 上星期五收报7.17 挑战2019年10月高位大约7.5元 如果能够突破 预料可以上市9元 策略上 联通中线可以逢低吸纳 联通现时的股息率是5.9厘 如果股息要见到6.5厘 股价需要下市6.6 如果息率要见7厘以上 股价需要下市6.1 可以作为入市的参考价 好,我们回答一下投资者的问题 Leo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想问你 这个信达上星期五 为什么会无端端大跌? 你之前也有推介过 那他触发了你推介的止损价 应该也没有 有时候买一些股份 我们推介不代表它完全不直升 完全没有回调 如果你看到新的科技版块上面 整个港股第二季度是非常波动 因为股份会突然大跌两成三成 很多这些相关的情况出现 首先你要明白 在整个市场上 相信大家经常提到科技股 但在最高Beta版块上 包括美股在内也是 其实在这些新科股 Beta更加夸张 这个波动性更加夸张 那你当现阶段港股 气氛有不太好的情况 它是会有个调整压力 但如果你看回整个股价上面 都仍在对称三角形 它是一个代变格局 那他真的触发一些止损位 可能都大约36至35分 现在近的 但是不代表穿 也不代表很夸张 甚至你看到 在整个六月份市况比较差的时候 他都慢慢试过上到40元这些位置 那我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你有货的 我觉得都可以继续持住 始终觉得随着市场气氛 之后有机会慢慢好夸的情况 你博一下这些高Beta股份 有没有机会爆上去 我觉得可以 但是老实说 你都要做定心理准备的 一些股份本身的风险非常之大 我们都不会百发百中的情况 你以后有些什么 弱物事件 中美制裁的因素上 你说它会否完全一定没事 都不敢保证 所以你一定在一个仓位上控制 如果你本身很重货 在这些零零股份上 你要考虑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风险承受能力 但是如果你本身整个仓位 就算买了这些股份 你占比也不太高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以继续持住 甚至我觉得投资价值也很高 但是就真的很高风险 这方面来说大家要注意 好 好 近日就是推出那个 你讲政策就是送红猫 另外一个就是 还有两样东西 就是那些在海外的居民 其实可以申请回乡证 还有一个就是内地免税额的提高 那阿吉吉就想问你 他说早晨 免税额的好消息 能不能帮到国泰 我觉得如果你说 要帮助国泰 你的思考点就是 纯粹去帮助旅游业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就不是两只红猫 就是你说人民币的走势 会是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现在你说人民币 还是跌到一个比较偏低的水平 那么消费市场又怎么会好呢 就算将来未来 其实如果你看回现阶段 只是看旅客人数 就是你去尖沙咀 广东道那些地方 其实不差的就是人流 但是问题就是 消费模式和以前不同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所以在零零股份上 你都很难因此 有一个大幅上升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你的国泰 说的好处就是 现交流有稳定感 但是如果你看回 就算包括美股市场在内 航空业 都不是一些特别好炒的地方 因为这个行业 大家见不到有很大的赚钱机会 很大的现金流 最多是有一个很漂亮的现金流 实际上 要有一个很强的盈利能力 令到股值不断飙升 会不会说 你未来赚到很多钱 然后又可以买多些飞机 然后从而再 好像做不到这个画面 所以我觉得你整体 仍然炒作 机会真的不行 我觉得用股值平心理论 国泰现交流 这些位置 其实我觉得是合理的 所以如果你做一些 长线部署 我觉得OK 甚至这些位置有一定币 你不穿回 大约是4月17日的低位 没有一个商顶形态出来的话 可能这些位置 开始咬腰回升 有这个状况 但是问题 如果你穿了 4月17日的低位 大约是8元这些水平的时候 大约是7.95元 小心 商顶可能出来的情况下 以目前的宏规经济环境上 会不会压到股价 下到7元这些位置 才再回升 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如果你是短炒的话 看着那些位置来炒作 我觉得是OK的 但是就不只是围绕着这些政策 纯粹就是说 从资金链上去做部署 就是说 国泰始终是说一些稳定的股份 好 看到恒指最新就是跌转升 转头会和大家跟进 有什么板块 或者股份带动大市情况 好 韦超就想问你 他说 就来暑假出行股 可不可以考虑一下 那愧程你又怎么看呢 我觉得不要炒这个板块 我觉得短线来说 你特别说人民币的走势 这样走的情况下 会比较难炒的 如果你看看愧程上面 其实都转弱了一段 比较长的时间 你纯粹说 要冲景分内地上面 暑假 连暑假都有个很强劲的表现 我觉得真的应该比较困难 你始终不同 就是之前我们看到新年 黄金周 包括在外来 有些在职的人士都放假 那些旅游数据上面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说暑假上面 现在内地整个消费市场上面 不是真的有个很强劲的表现 不是说那些钱 全都放在集中去旅行 未去到这个状况 只是说基数低 一些公司有个很强劲的金額 我觉得如果你看图表走势上面 都是说股票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开始会调 我觉得短线来说 不是炒这些股份 好 接下来就是7月15日开幕 有三宗传媒 Rita想问你 还有没有憧憬 最大憧憬的内房 会不会有炒作 内房其实是很难玩 甚至你现在也在炒 今天早上你会看到 其实领将大使 都是包括一些内房在内 包括你看到 我自己看六八八 龙湖那些 都是升上去 我会这么说 内房的炒 那个炒的道理 跟之前讲的101 都有一点相似 我也太好的 但代表不代表 鼓鼓声声上去 我不敢保证 也不知道时间是如何 这些类似叫做水晶求民体 我们究竟能不能炒 究竟能不能够内房 不知道 但政策方面我们都清楚 一定是用去帮助消化库存 而大行上面都看好的 但他们不是看好今年 他们在说到下年才慢慢 所以我觉得这些办法 你可以投资的 但一定会抱一个长线心态 而简股上面 不是选择跌得很惨 而纯粹Beta值越高越好 等等的状况 我觉得如果你买一些本身 财务数字比较稳健 比如688 109那些 我觉得可以考虑的 我在上个月月尾的时候 都有去推介过 这些相关股份 我觉得可以考虑 但是我推介完之后 他都试过对回来 一定是波幅为主 但你看看图表上面 例如688那些正在横行 不是说明显跌了 甚至如果你想再追求 一些更加高Beta 短线的波幅更加强 我觉得龙湖集团那些 都可以考虑的 我觉得就是买的时候 你都要留意 这些是市场上 港股里面 港股已经高风险了 你还在最高风险的市场上 挑一些最高风险的股份上 你有没有这样的风险 承受能力 就是你这些一看错 但问题就是可以拼搏 因为内房最坏的时间 应该有机会慢慢捱过 因为如果你看看今年 内地整个就业市场上面 没有明显好转的 但也没有再进一步恶化 这些因素上 都对内房板块来说 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作用 随着内地的楼价 开始有机会慢慢揣定 这些估值太过低残的内房股 都有机会弹一弹 但是只能够建议买龙头 因为说下一步 你为什么资金去买 大家就是在冲展 下一步就是说 他们有机会进行M&A 可能是收购合并 或者说在整个行业 库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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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 我们先谈新股和半新股 Vivi想问你两个层次去问新股 首先想问一只滴答出行 就是2559 上个星期五挂牌 上个星期五就有三只新股挂牌 有两只潜水和潜水的幅度都挺大 就超过20% 滴答出行是其中一只 我就想问你 他说前景怎么看 他就想做一个中长线的部署 另外就想问 他说新股近期好像有点声气 就是看到个别其实都升得不错 比如上个星期五有一只挂牌 就是老铺黄金 上个星期五有一个大星 今早也是做好的 他说有没有哪只可以提高的线值得留意 我未必查这两个股份 特别是新股市场上 其实你留意很多人会说 今年港股的新股市场好一点 所谓的好一点就是 第一天挂牌好一点的 但是有些股份 连第一天挂牌都不可以的情况下 你看到就是一层白柴的 原因就是比如滴滴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 在我们的平台上 都一样很多人会问 滴滴出行是否可以 可能那些名字本身的声音比较大 但是如果你知道它做什么的情况下 你说一些出行打车 内地固然需求大 但是市场是极度卷的 你叫做竞争非常之恶劣 也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我可以说因为它有机会 抢到market share 留意现在说 当你追求一些叫增长类型股份 叫高beta股份 很多时候大家看几样东西 就是看主要主要两样东西 第一方面的market share 是否是调大 第二方面就是 有没有很稳定的盈利能力 有没有很强的margin 其实我看不到滴滴出行有 我也看不到它有什么很强的赚钱能力 所以你说这类型股份的杀伤力很大 万一继续烧钱 市场很担心 就是说买进去会继续烧钱 现在股价就是在做烧钱的行为 就是反映这一样东西 所以你说突然间要去看 我真的不建议了 那你要买的情况 可能你会很喜欢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 如果你有上去不想消费 你召车都不用在滴滴的app上面叫 就是你在高德上面 只要叫所有app上面 有很多这些platform 所以问题就是说 出行这个app上面 就是说我觉得 投资价值不高 你现在买科技股 买回一些龙头 比如说腾讯 美团那些 我们看到起码他们有个龙头地位 market share不断地降漲 还有有个很强的margin 就是说赚钱能力 所以说半身股上面 譬如黄金老铺上面那些 是不是炒得 现在正在升 就是你过解禁期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我真的不敢保证 所以我觉得暂时说 我暂时对半身股 是说的兴趣真的不大 就是你看IPO反映 第一天这样炒 譬如你刚刚说三只有两只叉 但是其中一只 都是说人家 星期五盘中那段时间 突然对回来 都一对炒过上去的 所以我觉得暂时在IPO上 我不太建议特别上市之后去炒 如果你说上市之后去炒 其实港股也不是真的没什么炒的 就是刚刚说我们今早说的吉利 刚刚说的信达生物 或者甚至刚刚说的内放股 都有个不错的升幅 那为什么要炒这些 我就真的想不通 好啊 那吉利现在正在升答法之三 那是9元以上的 老朋友想问你 下半年换机潮众摸炒作呢 譬如镜头和声控有关的股份 值得留意呢 有少少我们用怎么说 抑底的状况 就是大家当然看到 现在苹果的股价很强势 就是和OpenAI的合作上 大家预料出货量会慢慢好转 近期也有些大安报告说 整个手机行业的供应面上 功过于求的状况有机会改善 但是为什么抑底 其实那个道理就和光复行业一样 你看回其实今年第一季 就是三四月份那些时间 光复行业也是有这些说法的 借着新能源股炒了上来 接着就说整个光复行业 那个功过于求的状况 有机会改善了 产能过剩的问题有机会舒缓 你今早看信义功能 业绩一出的时候 现在跌幅又跌少了 就是低位弹回来 但纯粹跌得很差 这样弹的 很多大行都说 产能过剩的问题很严重 所以你说的手机版本上 会不会出现同样道理 我不敢保证的 但如果你有短炒能力 先定好指示位 顺着去炒 都可以的 比如说出业绩 都还有差不多一个 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你苹果一部新机 发布 下个部机 都起码九月 那你未有新机出来之前 还有这个冲击 下一部苹果机可以 总会有这些想法 所以我觉得你顺着小短炒 现阶段可以的 但是你拿一张下去 会不会现在又听完之后 去到九月份 十月份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又问我 那时候你说OK的 最怕是这些状况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短炒的话 这些股份是不是OK的 比如上与光学 或者瑞星 我觉得瑞星更加好炒 一月苹果这些因素 合作比较多 但是真的是短炒 比如瑞星那些穿20天先 就要止泄 跟人家上与光学那些 一穿47元这些位 我们都考虑止泄 但是是否一些 特别建议你炒的股份 我觉得不是 正刚才说 我会知道 我真的有自己 港股选择 真的港股是难炒的 但是你说 是否在说一样东西 如果用排除法来说 这个股份 我是除了 之后未必可以有先考虑 是 好 Tommy想问你 中特股是没有货的 他说下半年 是否可以继续成为 资金避风港 如何选择 上半部分的问题 就是说 是否继续跑赢大市 而你刚才开始节目的时候 你说了 譬如说 如何选择股方面 你可否给他一些提示 我觉得你最主要考虑一个点 就是有没有很稳定的排息能力 所以我们刚刚说 开始的时候 那些比较强劲的表现 比如中移动 电力股 我觉得可以去考虑 甚至石油股上面 都是说883 857那些 因为那个能源股 那个排息能力相对比较强 这个也是值得去考虑 甚至说 煤炭股在廉洁那段时间 继续下来 今天都有资金去追 但我觉得 你买不了那么多 那你用排除法 就是刚刚说 今年表现比较强势的 你继续追回那些 不要纯粹因为他的想法就是 它们升了很多 我们去追一下其他东西 落后那些 比如说 再退货期前 有些其他资源 比如说是和今年都比较强的 但其实你看技术走势上面 开始在转弱 你看基本因素上面 同价 又和地缘政治因素 有很大的关联性 是不是说商品 价格会升到很大声 有打仗风险 有金价 同价当然会继续升 但是你不能够确保下半年 是不是一样 地缘政治局势 周围都是发射导弹 那样 我们真的不知道 这类型就是说 排施能力望稳定 我们不是特别建议去追 那些 所以如果你刚刚 你怎么问我怎么回答 如果你刚刚的问题 是不是下半年继续追 这些高速 我觉得可以的 继续围绕着电信股 电力股 和石油股 我觉得这三个 是比较可取的办法 好 那 883 有朋友聚问 Akinder 他说想买 什么位置入好呢 麻烦 什么位置入好 最好计算20元 但我计算是买不到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你抱着股份上 记住是以长线收息心态为主 很多时候都是说起码两三年 如果只是短炒一年的时候 当然今年来说 短炒也有个很强烈的胜幅 但就这样说 当成到这些价位的时候 其实 你讲股息率 其实你看到883 都没有以往那么跨了 现在讲五厘六厘左右 当油价如果还有下行趋势的时候 大家会担心 排施能力还会再转弱 但五厘也是一个 不错的股息回报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要短炒的话 试试落到20天线的位置出手 但如果你讲 可以做长线部署的时候 这些位置买 就算落到20天线的幅度 也不算很深 很夸张 我觉得可以捱的 好啊 看看388 吴太太想问你 260元左右有货 有机会回到上半年的位置 有没有理由 悲观到260元都没有机会见到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继续持住 但老实说388 因为港股 回到上半年的位置 有没有机会回到300元 200元左右 290多元这些水平 是 同样道理 恒指的目标 我觉得可以看2万 最乐观到2万2 这些位置 如果你去到这些最乐观的现场 那港股一定可以破300元 下半年如果有超大型IPO上市 包括什么沙大美 那些真的能够谈到回来的情况下 未必真的上市 有这些谈到回来的消息出来 那港股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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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来的股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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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技股指数要逆时向下 未跌近1点 职货月期只升99点 17727点 仍然是低水的 跟大家跟进恒生指数 今早跌转升 现在带动大市表现的 主要都是中海油 建航和中国移动 还有升幅最大 刚才我们也有朋友问过 就是内房股 龙湖今早上升5% 还有车股 刚才说出了数据 《理想汽车》今早上升超过5% 两只石油股 就是中石油和中海油 最新升幅都是超过3% 还有之后那只升幅股份 中国海外最新的升幅 都是超过3% 内地股市方面 刚才说到 上证众指 之前那两天是向上的 今早暂时来说都是做好的 不过深淨成分指数 和护心300指数 暂时要向下 好 很快跟大家跟进来 两只有消息股份 最新股价表现 先说175% 管理团队就是将 今年全年销售目标 就是上调5% 原本就是预期销售190万架 现在最新预期销售200万架 和第一季上星期五出了一条数 第一季多赚1.2倍 收益升了56% 吉利股价今早做好 升超过2% 信义光能上星期出了一个 叫做盈利预期 预期中期的顺利 按年升是35-45% 今早股价要逆市向下 最新跌7先的3.8 就是信义光能的股价表现 节目完结前 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需要留意 今晚美国就会公布JOS的 职位空脱数据 美股星期三只有半日市 星期四会全日优势 到星期五会有失业率等就业数据 今早就多谢富途政券的首席分析师 谭志乐陪着大家一起开市 刚才说的股份请问你没有持有 也没有持有 谢谢你 明天有海基亚洲投资策略部主管 温杰陪着大家一起开市 欢迎预先留言提问 明天同日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